正持焦点来关心的市立法院开议 蓝绿新一代立委就战力十足 国民党在今天在行政院长陈建仁 施政报告前发动杯葛 要求他要先为食安风波致歉 还违规自备了麦克风 在一场内大声抗议 民进党立委黄杰随即上前要抢 而国民党的徐巧新立刻阻挡 双方爆发口角 推挤 其他人见状 赶紧把两个人隔开 而事后黄杰透露 之前学的以色列防身术 终于派上右场 但徐巧新则是回呛对方 除了翻白眼之外 没有什么本事 一部叫陈琦来背心 国民党背个陈奎施政报告 自备麦克风开讲 黄杰立刻上前要抢 徐巧新一个剑步 拉住黄杰的手臂 冲突一触即发 伸长的手不给黄杰过去 接着步步进逼 发挥挡拆战术 黄杰再次进攻 篮尾们败出人墙 为了抢麦黄杰使出浑身结束 趁着一片混乱 终于摸到一下 但随即被推了出来 终于真大手一推让黄杰也火了 其他人赶紧劝架但两人冲突没随着杯葛结束 从头到尾就是国民党违规在先 可是怎么可以去动手抢别人的东西呢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加倍奉还 徐巧新就过来要做事要推我 到时候又说 哦 me too 又说我自己被骚扰又碰瓷 所以才会立刻上前去排除这个状况 其实当时黄杰连防身术都派上用场 没有先去学以色列防身术 在一场的第一天就可以派上用场 请问落庞是什么样的以色列防身术 看到快笑死 比武也比口才 双书持续 隔空互告 国民党就是没有本事只会闹事 黄杰除了翻白眼以外还有什么样的本事吗 韩院长就到后面躲起来了 是蛮偷懒的 就是你在高雄市议会的时候你最懒 开议第一天 蓝绿新一代女战神已经成功赚取声量 在台北综合报道